當然是有啊,他們是理言接觸嘛,有人接觸嘛 台語跟法語接觸當然有影響 各種影響都有啊,台語是有法語的影響 還是法語是有台語的影響,其實都有啊 當然,經濟理言跟經濟影響比較多 譬如說法語影響到台語比較多 他們比較強勢,好好教育,民體,各方面都是語法語為主 所以影響的台語會比較強勢 所以我們受這個法,影響很多啊 包括輸入也是啊,詞惠 詞惠,語法都有受影響的 譬如說現在風胎要來了,我們台語都說風胎嘛 但是現在很多人說什麼? 現在台風要來了,你們知道嗎? 因為法語是說台風啊,但是我們台語是說風胎啊 剛才倒閉起來啦,我們的構築是倒閉起來啦 所以我們的修理理法受影響很多啊 特別是修理影響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有受影響不同 當然翻過來,台語也有影響,法語也有啦 還是比例上比較少啦 你如果是政准之下,理念接觸會有影響是OK的 主人狀態之下是OK的 不過我們台灣這不是主人的 我們台灣那是國以政治做成的啊 不是主人的,我們七十幾年 那是人為啊,是人為干預的的 所以你如果看,我們經過七十幾年的國以政情之後 年輕人會大得像台語還是客語 本土語也沒怎麼說啦 但是你看香港,你看香港 那空氣的啊好,甚至香港官員 所以說大得都說黨話對不對 人也要說黨話呢 因為他以前沒有國以政情 因為是到九七回歸一後才開始有普通話的政情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以前的國以政策 那樣看過多好 那個就是到現在我們都沒怎麼說啦 所以這是要哭分給他的誤解 人為我們要反對 每一個議員本來就都是他的特色 那些台語也一樣啊 他有他的特色啊 我們是到時都說的 修法以法嘛 還到時都貶低嘛 以前國以政策 那個九月館被剝奪嘛 媒體的傳播權也被剝奪啊 國民都被剝奪嘛 你像說媒體就好了 對吧 我們以前那個國民政策 那些國民政策 那些新的台語台 公司台語台 以前都沒有啊 店頭人家客家已經有啊 觀眾也有啊 發育的人百幾台 你看那個第四台都百幾台真的有 大多數都是說發育的啊 啊 啊台語的救手啦 比如說三立啊 民事理跟あなた還有救手 這不就是傳統的台語 從那裡都不知道發育了啊 啊這是很沒公平的啊 所以當然就是 它等於我們的國際工程會影響 作成我們的主體形 大概就是打打的那種剝奪 那這個劇武的大溝月 大溝月就只吃百倍 只有一種,簡單的幾句而已 不然就在它買 這是有比不起來好 但是,不夠 法律就是它的主委是麻煩大餐 我們台語本好語言就是一些暗緣 譬如說,他預設在本土園 小學一星一隻四十多年 法律五隻 我們問說,為什麼法律是五隻? 為什麼台語、客語都一隻? 什麼規定說法律可以沒有這個? 那是沒有意見自己規定的 原圖是國民黨的中常委自己割定而已 憲法也沒有規定,法律也沒有規定 完全沒有法源 但是你說意見就這樣,所以要繼續 這是不利的 這樣還是民間而已,他們做得夠? 民間做優惠,民間你也沒有公權力 民間只能做訴求,做運動而已 做訴求就是要求政府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通過國家議員發展法 國家議員發展法 民間要求政府 政府啊,剛好文化沒有電影軍部長 他也沒有支持 所以剛好他們的機會很欠 民間的所謂,他也沒有支持 他也沒有支持 你若是民間剛好沒有電影軍部長 就沒有了,沒有機會了 進手要是要求政府 做一些意見 建議員工程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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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容易呀 最簡單的啦 是建議員工程中的工作 你現在發力有的對待 台議員警方 就應該有學在那裡對他 這樣在修科就很簡單了 因為譬如說你生高中生台下 他只看你的發育 外他就看你這樣而已 上幾天就看發育 譬如說像我們台語那樣 我想要看他的台語 那不行 但是他的生學科技沒有那樣給我們看 譬如說要生台下 他沒有一顆叫台語 沒有一顆叫客技 所以我們要求台語得好 看不出來 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讓北少爺 你台語很會說的 你就是 冷落 就是你用白邊緣化 你沒有發育的機會 只看他的發育而已 這是不公平的 這如果做得到 人家比較想惡 沒有人 現在你說 沒有人很常 回到台語 又有台語 又有台語 又不可以 身體又沒有好 又沒有正式的身體 又要從哪裡回到 可以跟阿公阿嬤說 對 人家跟越來越沒話說 那那裡的意思 所以就說 最簡單就是 外語有什麼台語 我們台語就要去開語 這是很基本的 學理的 沒有問題 我也是反對用安 而且他也是政治問題 他條件要用這樣 條件要用這樣 條件要用這樣 包括他要禁止一年 國小一年是不能夠用安 有啊 有啊 他的課堂 整天國小一年 他要開始好 你有感覺很行嗎 對啊 你要看 國語課 所有的國語課 寶寶寶寶 是不是 他娘就開始加了 那你要想說 他娘不要加寶寶寶 三年才開始加寶寶寶 你會感覺很行嗎 對不對 但是他台語就是這樣 那就是條件 就要說 意識性的條件 就是我給你 真的要落伏 我給你真的要有效果 你當需要的時候 不要幫你加 那條件說 那很難 怎麼那麼多難 我的寶寶寶 就是 用千幾個人 我想說 外人人跟台灣人 學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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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效率的比較 正面學漢字 比較簡單 但是到後 就條件整個不行 他就一課堂要求 他說 一年要不行 而且很寶寶 這要不自己打臉 原住民的課堂 一年要開始做 再來新住民 也是可以 一年要開始做 那獨特就是 台語競技不行 應該是一開始 學漢字 學漢字 如果你要學漢字 要搭配其他 整合教學 我是不反對 他說漢字 漢字的台語 是怎樣 OK 但是你不應該 一年就出現漢字的漢字 那是很不理的 其實 那瓶怎麼看 他覺得 沒那麼簡單 每一個民族黨都沒有文化 只是說你的文化的主體性是對 外人為了文化的主體性比較強 我們台灣比較弱 當然台灣也有文化 只是說 比較弱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以前在建議時期內 是有種種的政策影響 所以我們比中國法更明顯 那外人不是外人的文化主體性 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說 你就算那個文化完蛋 是由中國發展出來 才團結給外人 它也會改變變成戰略法 這是外人的政策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外人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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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選項 就跟中國 十個選項 不一樣 中國是 沒有鳥 但是外人是 有鳥啊 沒有鳥啊 它就要改變了 再來 譬如說 中秋節 中秋節 在中國的中秋節 那和外人的 中秋節就改變了 現在外人的中秋節 變成 孩子的節日 變類似兒童節 比較是孩子的 保安頂的 這種節日 所以你如果看名字 都叫做中秋節 不過內容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外人的一個特性 反而你 有的關頭 是中國去到那裡 都會改變 在地的發展 我們台灣的抗議 我們台灣的力道 比較少 在哪裡 我們自己有的 我們自己有的文化 主體性 結果 包括國際政策 還有大中國 中華文化的影響 所以把它打到流失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過年過多 久年過多 其實外人也有 外人也有過年 不過他們不會有什麼 年壽的公安 但是你看台灣 現在都說年壽 以前沒有人說年壽 台灣怎麼有年壽 那是1945年 國民黨他來後 他要實習中華文化 才開始把我們灌輸 開始促作出來 才開始說什麼年壽 那是中國版的公法 跟我們才有關的 所以我們就是 都用洗腦 這就是我們說 文化被通話 那為什麼 黑進來的那些通話 因為我們的歷史 不夠了 我們台灣的交流 都沒有在打台灣的東西 那些都是中國的 類似這種的 所以很多我們台灣 主體性的東西 都沒有在那裡 這就是台灣 比較大 的參與 好 好 很高興 我們在黨二對這些議題 有興趣 我簡單說一個 就是台灣人對自己的文化 要有主心 要有自己的文化 主體性 這在地法 本土法 跟國際法 無窮出 有在地法 有本土法 只要我都可以跟人說國際法 我們說國際法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就是 International 結合作為 我們如果沒有Nation 的時候 要不要跟人說International 對不對 所以我們自己要有 自己的存在 之後才有辦法 去跟人說國際法 所以本土法 跟國際法 是人們的 好想堪勝的 無窮出的 好 最好就這樣 給大家做便利 好 想要把這個 放在哪裏 那裏 這樣可以 整個 整個 哪裏 剛才這樣 沒問題 OK啦 沒關係啦 好 想說你有什麼 要跟我們 學生說 可以看 看這樣 用台語說 還是用 台語 可以 他也有小字幕 哈哈哈哈 那都聽到嗎 台語都聽到嗎 對 他也會 到達 只要時間有夠 他一定 到達好 他現在做機會到達了 對